好 来看到近年来 因为三线被认定为日本的国家传统工艺品 冲绳县产三线的价值是再次受到肯定 目前在台东故事馆展出岛屿乐器展 那么策展人表示 希望透过这样的展览介绍三线的文化 工艺以及历史的演变 冲绳三线以及日本金钦三位线 还有中国的三线 到底它的不同在哪里 三线和三位线常常被大家认为是同一种乐器 但其实完全不同 目前正在台东故事馆展出的岛屿乐器展 策展人介绍大家如何分辨出 这样有点相似却又大大不同的传统乐器 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三位线跟冲绳的三线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目前在台湾表演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是三米线 就是他们说的三位线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藉由这一次的展览呢 我想可以让尤其台湾大家就可以知道 说原来冲绳三线跟金钦三位线的差异在哪里 除了它的表现方法不同 另外在材质方面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展览的重点 譬如说金钦三位线的话 就是那边有摆设它是用狗皮 用狗的皮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是用蚂绳 但是因为传自中国 从唐朝的时候流传下来的三弦 那这一次我们的展览只有摆设了一把 所以在构造上的话是跟中国比较 中国的三弦是比较类似 那再来就是表现的方面 那冲绳三线刚刚有 如同刚刚有讲 就是一定要唱歌 自弹自唱 那金钦三位线的话 弹奏跟唱的是冷海 而也希望这个展览 可以让更多人来体验冲绳的三线 希望让更多人 亲眼 亲耳听一下这个冲绳三线的音色 或者说可以体验一下 那也跟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三位线跟冲绳的三线是不一样的 喜欢东洋乐器的民众 欢迎前来现场看看 这个在冲绳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特有传统乐器 介乘恩如台东市报导